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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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他下輩子還是要繼續做一個人 要做一個人 那麼在我們頭影片上面所寫到的 這個是十四頁第二段的那句話 那麼這句話事實上要說的 就是關於所謂的 moral philosophy 也許狹義的來看是道德哲學 其實所指的就是一切跟人有關的哲學 那麼這是蒙田所講的話 You can attach the whole of moral philosophy to a commonplace private life 一個很普通的私人的生命 just as well as to one of the rich stuff 跟一個很有錢的人 那麼不管是有錢的人 沒有錢的人 那麼同樣的都需要哲學 這個是蒙田講這句話 這個所要表達的意思 所以只要你投身為人 像奧迪修士說他下輩子還是要當人 那麼就用得到這個哲學 這個是在十四頁的第二段這裡 那十四頁第二段除了蒙田的這句話之外 那麼還講到了一個另外的一個典故 那麼這個典故就是這個 wizard of alls 我們通常中文把它翻例成叫綠野先宗 這個我記得好像台大哲學系 他們今年暑假的這個哲學營 這個標題就是綠野先宗 那麼分別從什麼鐵皮人 稻草人 獅子 以及陶樂詩來談哲學 那麼在這一段裡面除了蒙田的話之外 另外還引用到了綠野先宗裡面在最後面 這個故事的最後這個陶樂詩所講的話 因為陶樂詩就跑出去了 那他後來回來的時候 那麼他就講了這樣的話 他說 If I ever go looking for my heart's desire again I won't look any further than my own backyard Because if it isn't there I never really lost it to begin with 那麼他就說我再也不會什麼 再去找我的 heart's desire 我內心裡面的欲求了 那麼然後他下面提到 他說如果要找的話 也頂多就是在我的後院找 因為如果他不在後院的話 那事實上我就沒有丟失他 那他講這句話的意思其實就是說 你能夠失去一個東西失去的最遠的 也就是遠到也就你家的後院而已 所以其實不用超出你家的後院的去找那個東西 這個是他在說這話的時候所表達的意思 那麼這個意思如果擺在這個哲學這裡來談的話 大概他所要說的就是 所有的東西其實都在我們自己的內心當中 那麼這個所以其實不需要不假外求 不需要到外面去找找尋他 他就在我們自己內在當中 這個是這個陶勒斯他所講的一個話 OK 這個是成績的上次我們所談到的 不過有關於這個奧德修斯的這個部分 那麼他下面還談到他說你現在可能是各式各樣的職業身份 這個等等不同的條件的人 不同條件的人 那麼但是也有很有可能你就是那個奧德修斯 那個哪個奧德修斯呢 那個在民符裡面喝了忘川的水之後 然後投胎成為人 那個人很可能就是你 那麼這個是在我們的書裡面的十四頁的第三段 那個最後他講到說你可能是這個你可能是那個 但是不管怎麼樣 and the soul of all these cells 就是奧德修斯的靈魂 這個奧德修斯的靈魂呢 後面有一個很長的同位語 來說這個奧德修斯 他說inspiration to the most engaging point of a son 那麼這個 the most engaging point of a son 指的當然就是河馬的史詩奧德賽 這個他是河馬寫這個史詩的靈感的來源 那麼這個奧德修斯呢 作為河馬的奧德賽的來源的這個奧德修斯的靈魂呢 could well have sleep into your body 他說很可能就是他進入到你的身體來 at birth 在出生的時候 那麼這裡他用的這個inspiration 我記得好像在前面提到過對不對 就是靈感這個字 它事實上是中文過去所沒有的字 所以你如果看在民國初年的時候 比如說梁啟超他在寫到西方人談到寫作的時候 需要有靈感 那需要有inspiration 這個梁啟超就找不到中文有任何字可以去談它 所以梁啟超說這種東西西方人把它叫做 因為中文還找不到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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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我們使用靈感這個字眼 其實已經非常習以為常了 好像中文就有這個字一樣 那梁啟超說這個淹世佩里純事實上指的就是他的音意 inspiration inspiration 那我現在把它寫在投影片上面 我是要讓大家看到 他是精神進入到裡面來對不對 所以是什麼 精神的進入 in 是進到 spirit 是精神 神這個字尾只是一個名詞的字尾 所以是精神入神或者神入 神進入到那裡面來 那麼這個字眼其實是早在古希臘的時候 希臘的時代 談到這個詩的創作文學的創作 說詩的創作或者文學的創作是需要神靈的進入了 是需要得到謬思的 謬思就是希臘的文藝女神 需要得到謬思的青睞 那謬思青睞你了 然後他們願意附身在你身上 你才能夠什麼 創作出很好的這個詩的作品出來 那在古希臘你可以看到 就是蘇格拉底在那裡區別的哲學跟文學 我們現在所講到的文史者這個區分 事實上是西方的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在上次就已經提到過 我說中國古代其實這個文史者不分家 但是在西方他區分了 那蘇格拉底在那裡就做了這樣的一個區分 他說詩的創作事實上不是一種知識 而是一種inspiration 是一種靈感 是一種神靈的進入 神靈的進入 那麼這種神靈的進入 不是你自己能操控的 神靈親不親愛你 那是要看神靈不是看你 不是看你 所以一個人如果江郎才盡 什麼東西都寫不出來對不對 但是如果他這個得到神靈的青睞 進入到你那裡面來 那你下底如有神 這個是杜弗說的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什麼 這個不眠不休 這個不吃不喝 可以什麼不斷的創作 那主要的一個原因 照蘇格拉底這個說法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靈感附身了 你被神附身了 就好像這個台灣民間說的這個雞同一樣對不對 這個神附身在你身上 所以你 所以蘇格拉底說 這事實上是神的創作 而不是人的創作 這個好的這個作品 我們說鬼斧神功 他其實就是鬼神的作品 而不是人的作品 那蘇格拉底說 可是哲學不是這個樣子 哲學是人的思考 哲學是人的思考 他不是靠一個什麼靈感進來 然後你就可以什麼 去做這樣的一種哲學的思考 那他在這裡面 因此就把知識跟靈感區分開來了 也同時就是把哲學跟文學給區分開來 雖然他在那裡面主要講的其實是詩 他說這個詩的創作 所以蘇格拉底在談這個的時候 他是要說 他說詩人其實是無知的 他說詩人其實是無知的 因為他曾經去找過詩人問 你能夠寫出這麼好的作品 簡直不像是人所寫出來的作品 你一定非常有知識 非常有智慧 那詩人就說是啊 我是啊 那蘇格拉底就開始問他詩裡面的東西 結果他發現詩人其實是講不出什麼所以然的 事實上是講不出所以然的 所以蘇格拉底因詞就得到了這樣的一個結論 就是這個inspiration 這個詞的由來 那現在他當然所講的 就是說這個奧德修斯 他是奧迪賽這一部史詩的一個靈感的來源 他說可是這個奧德賽呢 這個願意下輩子再當人的人 他很可能就是什麼就是你 那麼這一章主要要講的就是人都是一個尋求 而奧迪賽的故事 他主要的就是一個回到家尋求走這個回家之路 這樣的一個人 好那麼這個奧迪賽的這個回家之路 我們剛剛在前面就已經提到 其實奧德修斯在前面 在我們談到這個伊利亞的時候 他本來就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我說那個木馬 那個特洛伊的木馬 其實就是他所想到的一個族裔 他是一個族製多摩的人 那他的這個回家之路 在同一篇上面我們所看到的就是當時希臘的地圖 那麼在這個希臘的地圖裡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個就是愛琴海 某個意義上來說 愛琴海幾乎就可以視為是希臘的內海 那他是希臘的內海這表示什麼 除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這個巴爾幹半島 這一邊是屬於希臘的 那麼在右邊這個現在屬於土耳其的這個區域 那麼他的海邊的地方 也就是這個作為靠海的這個部分 也幾乎都是希臘的殖民地 也都是希臘的殖民地 所以希臘人他們就把愛琴海當作 好像他們自家的內海一樣 他們就在這個海上的區域活動 那麼這樣的一個傳統其實一直到現在 土耳其雖然佔有整個這個小亞 這一塊就叫做小亞細亞 因為小亞細亞其實就是 Asia Minor 就是小亞洲 因為他是亞洲離歐洲最接近的一個一塊 而且他是突出來的一塊 所以這個長久以來他們都被稱之為叫這個小亞洲 就是這個 Asia Minor 那希臘人他們在這裡活動 我說現在土耳其他雖然佔有這整個領土 可是你知道嗎 出了這個海邊以外的就屬於希臘 出了海邊之外的就屬於希臘 這當然也因為土耳其人可能不像希臘人 那麼這個善於航海 所以愛情海的這個諸多的島嶼 很多的島嶼也都是這個希臘的島嶼 那特洛伊戰爭呢事實上就是希臘這邊的大軍 然後來攻打這個在特洛伊這邊的國家 那他其實是以前的一個殖民地 然後呢他要從這個殖民地 從這個區域回家 那麼回到這個我們書裡面在十四頁那段引文的上面那 那一段裡面他提到就是這個奧德修是要回到他的家 因為他們其實是不同的城邦的人 然後呢這個集結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希臘的大軍 所以每個人是什麼 分別的回到他自己的家 分別的回到他自己的家 那麼在十四頁的這段引文上面那一段的倒數第四行 他提到in the point of Ithaca 這個Ithaca 就是奧德修是所要回去的家 那他的家呢特別遠 那別人的家可能什麼 比如說雅典他本來就是靠愛情海 但是Ithaca 這個地方是在東邊這裡 有一個小島 那個小島上面就寫著就是Ithaca 那個是奧德修是的家 那所以奧德修是他要回去 他就必須要什麼 就必須要繞過整個這個愛情海 然後從下面的地中海再上來 才到得了他的家 所以是一個特別遙遠的一個行程 好 那我們書裡面就講到這個奧德賽他的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奧德修是他怎麼樣回到家 然後他在整個一路上 就遇上海上的這個風浪啦 遇到妖怪啦 海妖啦什麼 就遇到很多的這個傳奇故事等等 那在剛剛我們所看到這一段的倒數第二是第六行 他談到這個通過這些妖魔鬼怪這些歷險 然後他說 Also he could get back home to Ithaca 那回到Ithaca The city that symbolizes the truth we are seeking 那麼現在擺在哲學這裡面 Ithaca 就代表著我們所尋找的真理 他要回到家 彷彿就是我們要去尋找的真理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然後他就講到希臘的一個詩人 所寫的一首詩 他說 So in the poem Ithaca The modern Greek poet Constantine Cavafy Employs marvelous tact in speaking to Odysseus Before his momentous journey Neither completely repeating nor completely concealing The whole truth of what to come 他既沒有完全的揭露這個真相 也沒有完全的隱瞞 他在半揭露半隱瞞之間 這個顯示了這個 回到Ithaca之旅的一個過程 那他在這裡講到的是一個當代的詩人 那當代的希臘詩人 那在這個詩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詩句 在十四頁的這個下面那個引文 他說 When you set out on your journey to Ithaca 當你出發要開始你到Ithaca的這個旅程的時候 Pray that the road is long 那你要祈禱就是你的路程越遠越好 越長越好 為什麼呢 因為足夠的遠足夠的長 才會什麼 Full of adventure Full of knowledge 充滿了冒險充滿了知識 如果他是一個太短的旅程 那就沒有這些adventure 就沒有這些knowledge 我覺得在Kathy 的這首詩裡面 他彷彿把這個回家之路 看成就像一個人生的路 這個人生的路 也足夠的長 你才是什麼 有足夠的經歷 經歷到你人生當中 所要去經歷到的東西 而且這個人生不是一個什麼 一個沒有目的的人生 這是一個在尋求的人生 那很多人的想法就是 既然我在尋求 那最好很快 因為我這個CP值要高 對不對 我要在最短的時間 找到我所要的東西 但是這個Kathy 這個詩人 他在這首詩裡面剛好相反的 他說你要祈禱你的路是夠長的 那有足夠長的路 才有這些adventure 才有這些knowledge 這個是在這個詩裡面 他所呈現出來的 頭影片上面的這個就是Kathy 好 那最後他就把Kathy 的這整個詩 這個都寫下來了 他說 always keep Isaka on your mind to arrive there is your ultimate goal 那你就是把Isaka 當作你的目標 所以Isaka 就永遠都在你的內心裡面 那如果現在像我們這本書的作者所說的 在哲學的尋求 那事實上就是真理 那麼就是把真理放在你的內心當中 真理就是你最終的目標 那他說but do not hurry the voyage at all 他說但是呢 在這個旅程上面不要匆匆的趕路 It is better to let it last for many years 那最好讓它持續很多年 追求真理 不要想要馬上有一個速成的真理 然後就拿到了真理 這樣的情況 那麼相反的你讓這個尋求真理 這個長一點 最後花很多年的時間 花很多年的時間 and to anchor at the island when you are old 那麼直到你很年老的時候 你猜什麼 在那個Isaka 那個島 剛剛我們看那個地圖 Isaka 事實上是一個島嶼 對不對 在Isaka 那個島上面才停泊下來 Reach with all you have gained on the way 那麼當你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也年紀大了的時候 他說你呢 得到了很多的東西 這裡的reach 指的就是 你的精力的豐富 你在這條路上 你得到了很多的東西 Not expecting that Isaka will offer you riches 而不是期望說我到了 Isaka Isaka 能夠給我很多財富 不是這樣 而是你往Isaka 的這條路 讓你得到了很多的財富 而不是Isaka 本身給你很多的財富 這個我覺得有一些隱喻 這個隱喻其實就是尋求真理本身 讓你得到了很多的真理 而不是那個最終的那個真理 讓你得到真理 這個過程其實是比最後的結果來得重要的 那麼人生事實上是這樣對不對 人生不是為了追求那個結果 因為我們在談目的的時候 就是把它當作是一個結果 可是你知道人生的結果就是死亡對不對 這個人生活到最後一定就是一死 那所以人生重要的事實上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過程 你在這個過程裡面你做了什麼努力對不對 讓你沒有後悔沒有遺憾 你在人生的這個過程裡面有哪些發光發熱 哪些你想要經歷並且也經歷到的東西 這個其實就是這個過程 所以不是祈求說我在人生的最後面 然後我可以什麼得到一些是什麼 就像某種上天堂 或者是到西方極樂世界 或者是變成一個怎麼樣的結果 相反的事實上就是這個結果 事實上就是這個過程 當這個過程足夠豐富的時候 那麼它就是一個豐富的人生 這個是我覺得在這個詩裡面 就顯露出來的一個意涵 所以他說不是期待Isaka給你這個riches 而是當你為了要來到Isaka 你在這整個路上變得rich 這樣的一種情況 這是這首詩的第一段 對這是這首詩的第一段 對這是這首詩的第一段 那後面第二段他說 Isaka has given you the beautiful voyage 他說因為這個目的要到Isaka 這個目標 所以他就給你一個很美麗的旅程 Without her 這個her 指的就是Isaka 如果沒有Isaka的話 You would have never set out on the road 你就絕對不會出發 所以Isaka 其實就是一個讓你去出發 讓你去進展這樣的一個地方 然後他說 She has nothing more to give you 他已經沒有更多東西給你了 他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讓你憧憬 懷抱希望去進展這樣的一個旅程的東西 所以你不要指望到了Isaka 然後說Isaka 應該要有什麼 他沒有更多的東西可以給你了 那最後一段他說 And if you find her poor 如果你到了Isaka 發現Isaka 根本沒有辦法給你任何的財富 發現Isaka 其實很窮 那麼他說 Isaka has not deceived you 他並沒有欺騙你 Wise as you have become with so much experience 他說你變得有智慧了 對不對 然後你變得有經驗了 You must already have understood what this Isaka's mean 那你應該 這麼有經驗 這麼有智慧的人 你應該知道 這些Isaka的人 他們所意味的是什麼 那其實就夠了 這個是在這首詩裡面 所呈現出來的一個意味在 那Samuel神他在 在談到這個奧德修詩的時候 他引用了這首詩 然後他在最後他談到 他說我其實最喜歡這詩裡面的這句話 就是Pray that the road is long 就是祈禱這條路夠長 尋找真理 不要說我要一個現成的真理的答案 相反的可貴的正是這個尋找真理的過程 我們說哲學是愛智慧對不對 哲學不是就是智慧 所以事實上哲學就是這樣的一個追求的過程 就是這樣的一個追求的過程 這個是他在這裡主教要表達的一個意 那我自己在教哲學概論的時候 我偶爾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有同學 我覺得這個特別是 因為在文學院 念文史者的人 你知道文史者歷史本來就是一個過程 對不對 那麼念或者文學或者念哲學 大概都知道我們不是要一個馬上就得到的答案 看一篇小說不是說我只想要知道小說的結局 事實上小說的精彩是在這個小說的過程 大概文學院的人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可是我偶爾會碰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老師你既然談的是哲學的真理 你為什麼不一開始就講了 因為講了好多的哲學的理論 然後又要指出他有什麼問題 那不是浪費我們的時間嗎對不對 這就好像在科學上很多理論都已經過時了 就把它丟掉 就不重要了 就不重要了 那麼這樣的一個想法 事實上顯露了兩者的一個差別 我記得讓我想到我以前在德國的時候 那個圖書館 德國的圖書館每到一定的期間 它就會開始清倉 因為圖書館是在裝不下那麼多的書 那你發現它清出來的都是理工電腦 或者管理方面的書 因為這些東西好像這個一旦 這個到了某些時間它就過時了 所以就不就圖書館就不要這些書了 那相反的我很想要的那個哲學的書很少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哲學的書越古老 那個價值越高 價值越高 甚至被當作是珍藏的點擊來處理 很多那個老書都是什麼 是根本不能借 你只能夠這個過去然後靠著那個 隔著玻璃看 那如果你要借它事實上就只給你那個 他們拍下來的這個銀本而已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差異之所在的 那因而在哲學的這個這樣的一個學科裡面 你可以了解到它是追求真理 可是這個追求真理的過程 很可能比最終的那個真理要來得更豐富 並且來得更有價值 這個是在它在這裡所要談到的一個觀念 它透過這個奧德修詩奧德賽之旅 以及這首詩來表達這樣的一個想法 好這個大概就是這個第一章 那第一章事實上已經談到了這個哲學的一個面貌 可是第二章它才是要真的談哲學的面貌 因為在第二章的這個標題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哲學作為蘇格拉底的肖像 那在第一章它講的是你的肖像 所以是這個一個哲學人的肖像 那麼第二章的標題呢講的是這個哲學的肖像 所以它在那裡面它要呈現哲學的樣貌 那它說我們就用蘇格拉底來做一個代表 那所以整個第二章談的都是蘇格拉底 這個我們稱之為叫哲學之父的這個哲學家 蘇格拉底呢這個所有的人大概都聽過 這個可是它大概是所有的哲學家當中最讓人不解的 的一個迷樣的人物 那麼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蘇格拉底其實什麼都沒寫 所以你說蘇格拉底到底它的思想是什麼 至少我們沒有辦法從蘇格拉底本人所寫的東西 知道它的思想是什麼 那我們怎麼知道蘇格拉底這個人的呢 很多人寫它 很多人寫它 那麼我們的書裡面後面我們就會看到 它基本上用的就是柏拉圖所寫的蘇格拉底 可是我要講的就是事實上不是只有柏拉圖寫蘇格拉底 還有更多人寫蘇格拉底 而且如果你看了更多人的所寫的蘇格拉底 你會發現跟柏拉圖所寫的蘇格拉底完全不一樣 根本就這個是完全屬於不同的領域的那樣的一個人 這樣的一種情況 所以研究蘇格拉底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我們只能夠說研究比如說柏拉圖的蘇格拉底 像這樣子的方式 好 那蘇格拉底呢 那麼在我們這本書裡面 這個蘇格拉底的這個樣子 根據不是柏拉圖的對話錄 而是另外一個人 我們後面才會提到這些人 因為他們都跟蘇格拉底有關 他們都是蘇格拉底同時代的人 那麼所描述的就是蘇格拉底應該是長得很醜的 因為蘇格拉底自己說我長得非常的醜 那他說他的鼻子是一個獅子鼻 然後說他的眼睛是突出來的 突出來讓他的眼睛好像可以看到比較多 因為如果你的眼睛是平的 那你只能看到前面對不對 他說他眼睛是突出來的 所以那個突出來的眼珠 還可以上下餘光 還可以看得更多等等 但是他在描述他自己的長相的時候 看起來非常的可笑 所以通常在雕刻蘇格拉底的時候 都不會把他雕刻得很帥 這個不像柏拉圖的亞利斯多德的情況 這個是不同的雕刻 那這當然都是後來羅馬時代的雕刻 其實他們已經不知道蘇格拉底講什麼樣子 只能從一些描述去猜測 那麼這個是我跟蘇格拉底 這個雕像是擺在羅馬的一個蘇格拉底的雕像 當然也是當時羅馬時代的一個作品 那這個則是在德國的一個雕像 所以我發現西方其實雕了不少蘇格拉底的雕像 在不同的博物館都可以找得到 好那麼在上次我們已經提到過 在拉菲爾的雅典學院裡面 他雕刻了所有的希臘的這些哲學家 科學家 數學家等等都把它刻在那裡面 那麼正中央是柏拉圖跟亞利斯多德 那我在上次已經提到原因了 因為拉菲爾所裝飾的這個地方 其實是當時的教皇的圖書館 所以他主要的是要說明這些書的作者是誰 那希臘哲學所留下來的兩個主要的 兩方面主要的著作 一個就是柏拉圖 一個就是亞利斯多德的著作 所以他把柏拉圖跟亞利斯多德放在正中央 那他當然沒有這個拉掉蘇格拉底 但是他就把因為蘇格拉底沒有真正有任何著作 所以他就沒有把蘇格拉底放在這個畫面的正中央 並不是說蘇格拉底不重要 但是就這個文獻的來源而言 那主要的來源是柏拉圖跟亞利斯多德 那這個就是蘇格拉底 因為剛剛我們看到整個畫面 那他在畫蘇格拉底的時候 他把它畫在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他所畫的這個蘇格拉底 看起來像是一個中年的大書 對不對 如果你跟柏拉圖相比 柏拉圖垂垂垂勞矣 那蘇格拉底反而還比較年輕一點 這個柏拉圖看起來像一個爺爺了 可是蘇格拉底看起來是個中年的大書 我把他放大 這個就是蘇格拉底 然後他就在這個地方正在跟其他人在講話 那甚至你可以看到圍著他講話的人 當然都還有人在招手說 蘇格拉底在講話趕快過來 那個招手招別人來一起來聽蘇格拉底說話 這個是拉菲爾所畫的雅典學院裡面的蘇格拉底 好 那在第二章的一開頭 那他一樣的先有一段影文 這段影文是出自於英國的一個女作家 這個女作家叫 Virginia Woolf 他事實上是英國的現代主義 還有女性主義的一個先驅 那麼他在那裡面就談到了這個蘇格拉底 他說 the indomitable honesty courage the love of truth 這些大概都是對於蘇格拉底的一些描述 就是那種非常不屈不撓的那種誠實 然後勇氣以及對真理的愛這些 他說正是這些東西呢 後面的一個子句來修飾前面所談到的 honesty, courage 跟 love 他說 which draw Socrates and earth to the 上民 他說這些東西呢 把蘇格拉底跟我們 就是我們在讀蘇格拉底的人 就是在看的過程當中 你感受到蘇格拉底的那種誠實 勇氣 對真理的愛 這些東西呢 把蘇格拉底跟我們帶到了一個高峰 帶到了一個頂點 那麼在那個高峰在那個頂點那邊呢 if we too may stand for a moment 如果我們也願意在那個高峰或那個頂點 站一下下 站 不要 而不是什麼 只是把它看過去 我們願意在那個高峰或頂點 站一段時間的話 it is to enjoy the greatest felicity of which we are capable 他說那其實就是在享受著 享受著 享受著 我們所能夠享受到的最大的幸福 就是享受到最大的幸福 這個是 Virginia Woolf 他所修施或者形容的 在他的這個說法裡面 你可以看到 他前面所談到的比較像是道德對不對 誠實 勇氣 對真理的愛 那是一個人的德性 可是他後面說 如果你願意在這裡面 站一下子的話 那麼你可以 得到 享受到 人所能夠享受到的最大的幸福 那道德 是不是一定能夠得到幸福呢 我們通常認為說 這個道德是一回事對不對 那幸福 是另外的一回事 這個道德未必能夠得到幸福 就好像我們平常說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可是常常善未必有善報 惡未必有惡報 所以蘇格拉底顯露出來的那些德性上的美好 誠實勇氣 對真理的愛 那是一回事 蘇格拉底被雅典人給猝死了對不對 但是 在 Virginia Wolfe 以及在我們後面整個要說的 是 蘇格拉底 其實是一個最幸福的人 而他的幸福 就在他的這些誠實勇氣 以及對真理的愛當中 他影片上面這個就是Virginia Wolfe 就是Tyne 把他列為 這個 那一期的一個主要的封面人物 這裡就牽涉到哲學上的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 我們稱之為叫福德一致 大概你知道那個土地廟 這個 土地公 那個福德正神對不對 但是在哲學上福跟德 就是道德上的好 跟人生的幸福的一致性 怎麼樣才能夠達成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 道德上的一個課題 那我們常常講說有一種叫縣事報 縣事報就是什麼 他做了好事 然後終於有一天得到報應 縣事報 做了壞事得到他的報應 就是縣事報 但是呢我們也常常看到的就是一個道德上良好的人 他卻是 他卻是沒有得到好報 甚至死得很慘 這樣的一個情況 或者是壞人 結果呢他大富大貴 這樣的一種情況 所以呢我們就加了一個來勢報 這個來勢報就是不是不報時候會到對不對 下輩子他會得到這個報應 這個是對於福德一致 至少在我們的民間 我們這樣的一種看法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在 Virginia Woolf 的這個話裡面 說隱含有的意思 我把這個意思呢 我把它稱之為叫縣下報 縣下報 那縣下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善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善報 善本身就是一個善報 也就是說我並不是要做一個好事 然後就開始說 我趕快去買彩券看我能不能中獎對不對 不是那樣的一種報應 而是做好事就是你的最好的報應 就是那個善報 那麼同樣的反過來做壞事 不是這個壞人一定要受到處罰 然後他才得到惡報 相反的當他在做壞事的那個當下 他其實就得到了他的報應 因為在做壞事的那個當下 他正在證成他是一個壞人 他的內心知道他正在做一個壞的事情 這樣的一種情況 這個是所謂的縣下報 那麼在這種縣下報當中 顯示的就是善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價值 各位如果還記得 我們之前在講價值的時候說到 有一種是內在的價值 一種是工具的價值對不對 那麼如果善就是一種價值 意思就是說當我在做善 做一個好的事情的時候 那個好的事情本身就是一個有價值的事了 而不是期待的後面或者甚至下輩子得到一個怎麼樣的回報 當你在祈求回報的時候那是別的額外的東西 那麼反而做好的這個事情 他本身就是一個值得做的事情 這個是所謂的一種內在價值 內在的價值 那麼在佛教裡面事實上講過這樣的一個看法 因為你知道佛教就是講這個因緣果報這樣的一個看法 在佛教裡面談到這個荷花或者是蓮花 蓮花有一個特點就是它不是像一般的花 是在花朵卸了以後然後才結果 蓮花的特點就是當它開始產生花苞的時候 那個果就已經在花裡面了 那麼佛教用這個來說明什麼呢 說明所謂的因果巨石 他說其他的植物他們常常是因果義石 因果義石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一般在講因果關係的時候 就先因後果對不對 那麼實際上佛教在講這個因果夜報的時候也是這樣的 好像要到某一個時候後來然後才產生這個報應 可是因果巨石不是這樣 就是你在做一件好事的時候那就是果了 那個好事就是報其實就是報 所以果就在花當中那個因果是同時的 而不是先有因然後之後才要有一個果 因為我們通常對所謂的因果關係的理解是這樣 但是在佛教的這個看法裡面就不是這個樣子 那蘇格拉底的幸福呢 也許我們可以從這裡面來看到就是蘇格拉底的幸福 其實正在於他作為一個好人 然後他對於他的作為一個好人這件事情的一個滿足 的一個心靈的臨近一個胸有成竹 因為我做的事情是我知道的事情 這個蘇格拉底把哲學跟剛剛我們在前面提到過 把哲學跟神學分開對不對 應該說把哲學跟靈感分開 哲學一個是一個完全屬於我自己的 屬於人的不是靠神靈來附身的這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做我所知道的事情 我敬我的人事所以我的心靈是寧靜的 所以我感到安心的 他的幸福其實正在這一點上面 這個是我們從這個Virginia Wolf 他的這個畫裡面看到的一個特點 所以Virginia Wolf 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說It is to enjoy the greatest felicity 這個是最大的最大的一種福氣 of which we are capable 人能夠得到最大的福氣其實就在這裡 我做的事情我很安心我覺得那是對的 這其實是人生當中最大的幸福 人生當中最大的幸福不是那個外來的 財券中獎或者是得到什麼不義之財 或者什麼那些東西相反的正是因為 我做我認為應該要做的 並且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所感到的那樣的一種信心跟滿足 這個是我覺得在他這句話裡面 所隱含的一個意思 而且我們在後面就會看到蘇格拉底的一個特點 所以我們就進入到這個第二章 那在進入第二章 這裡我先對整個第二章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因為第二章不像第一章 第一章的章節是比較簡單的 他基本上第一章我們看到他沒有任何章節的標題 每一個就是一節跟一節之間 其實他就是一個信心號 就把它分開了只是這樣 但是在第二章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有目錄 那我們現在在第一節對不對 在這個第一節裡面 他只很簡單的介紹了蘇格拉底的生平 這是我們今天要做的 那麼我們的其中考試也是考到這個地方 那麼從第二節開始呢 我們會看到他有標題了 你譬如說在書裡面的18頁 那麼他有一個標題叫做 You gotta serve somebody 你必須要這個 我把它翻成叫你必須站在某一個立場 站在某一邊 你總要是相對於某一個人的 而不是就說我是完全中立的 或者我這個不屬於任何一方 你總是要歸到某一個陣營裡面去 這是第二節的標題 那後面一樣的就是這個 Oracles and Demons Philosophical Patriotism 以及這個 Risk in Eternity 這些都是有他的標題 所以這樣的話第二章一共就有五節 那麼在每一節呢又都很長 所以他同樣的在第一章那邊 我們看到用星星號把它分開的 他在每一節裡面又再分開 所以呢第二節又分成兩個小節 那麼第三節甚至分到五個小節 然後第四節分成三小節 以及第五節分成三小節等等 這個是整個第二章 我覺得它是一個比較大的架構 跟第一章相比的話 那麼它幾乎比第一章要來的複雜很多了 然後呢從第二節開始呢 他們都牽涉到不同的柏拉圖的著作 這個是為什麼我剛剛說 所以這個Samuelson 完全就是用柏拉圖來談蘇格拉底 用柏拉圖來談蘇格拉底 因為我們如果看別的人所寫的蘇格拉底 那你一定會打架一定會起衝突 他們所描述的蘇格拉底的形象 跟柏拉圖所描述的蘇格拉底的形象 非常非常的不同 所以究竟真正的蘇格拉底是哪一個 事實上我說這也不是我能夠確定的 我們只能夠說至少柏拉圖所看到的蘇格拉底 是這個樣子 好那所以這裡就牽涉到四個不同的柏拉圖的著作 就是Ucifl, Apology, Crito 跟 Fatal 這四本著作 那麼在這四本著作當中 絕大部分柏拉圖的著作都是對話錄 都是對話錄 那對話錄就是有人跟蘇格拉底對話 那麼這個跟蘇格拉底對話的那個人 常常就變成那個對話錄作品的名稱 你譬如說Ucifl這個第二節的這個Ucifl 他就是Ucifl跟Sacroti兩個人之間的對話 就是他們兩個人之間的對話 那麼或者第四節的那個Crito 那就是Crito跟Sacroti兩個人之間的對話 然後Fedo就是Fedo跟蘇格拉底之間的對話 所以他其實大部分都是跟蘇格拉底對話的人是誰 那就把他的名字作為這個對話錄的名稱 那麼另外的就是第三節的Apology Apology是一個英文字 那他的意思就是為自己作辯護 為自己作辯護 那麼第三節所描述的事實上就是蘇格拉底被希臘審判 然後他這個控方就提出對他的這個這個控告 然後蘇格拉底呢則是要為自己作辯護 那麼這個辯護詞就是Apology主要的內容 所以Apology比較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他不像其他的作品是用跟蘇格拉底對話的人名稱 來作為他的作品名稱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他比較不是一個對話錄 對不對 因為他是蘇格拉底從頭到尾 從頭說到尾 蘇格拉底在說的過程 所以他比較像是一個什麼 比較像是一個Monologue 而不是一個Dialogue 他比較像是一個獨白 蘇格拉底在那邊講說我其實是沒有罪的 我其實是怎樣怎樣 這個為自己所做的辯護 那麼在那個辯護的過程很長 非常長的這個辯護詞 那麼在那個很長裡面蘇格拉底談到他 過去所經歷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從那裡可以更最多的看到蘇格拉底 至少那是他自己所說的他自己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Apology這個對話錄 所以如果你要把這四個對話錄排列起來的話 那麼Yousifel就是蘇格拉底到法庭要開始接受審判 然後他碰到Yousifel也到也在法庭那邊等候 那兩個人就什麼 談起來 所以這個是Yousifel這個對話錄 然後呢 這個談完了之後蘇格拉底就什麼 進法庭然後開始為自己做辯護 這就是Apology 然後在Apology的最後他就被判決死刑 然後他就被關到牢獄裡面去了 然後Crito呢就去看他 所以Crito是蘇格拉底的學生 那Crito就去看蘇格拉底 然後他跟蘇格拉底講 說你根本就是冤枉的 你應該什麼 這個逃獄 那Crito是家裡很有錢 他說我可以賄賂獄卒 我們可以逃出去 那你只要不要留在雅典 那蘇格拉底拒絕了 這個是Crito的這個對話錄 然後所以蘇格拉底就繼續留著 然後一直到這個儲行的那一天 當時希臘這個死刑是喝毒藥 所以蘇格拉底就把毒藥喝了 然後就死掉了 那Phaedo呢就是敘述 蘇格拉底的這個臨死前 那就大家都學生們都跑來了 然後蘇格拉底跟他們的講話 以及他們就看著蘇格拉底的過世 那個情況這個是Phaedo 所以他這裡面事實上就整個 就是後面的一連串的過程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繼續 好我剛剛簡單的介紹了第二章 他的這個內容 那麼在這個第二章的一開頭的地方 這個他馬上就講到了這個羅馬的西塞羅 他所講的話 他說 All philosophers think of themselves and want others to think of them As followers of Socrates 他說這個每一個哲學家都認為他們自是 並且希望其他人也認為他們是 這個蘇格拉底的追隨者 那這個Samuelson 說我也一樣 我也是這個蘇格拉底的追隨者 這個是希塞羅 那在談到這個希塞羅這個說法之後 那他就提到說 What Mozart is to music, Socrates is to being human 我覺得這裡很有趣的 他不是說 Socrates is to human being 而是 is to being human 他說 莫札特之音樂 就蘇格拉底之於作為一個人 Being human 作為一個人 就像是莫札特之音樂一樣 那麼所以如果莫札特像是一種音樂的一個典範的話 那麼蘇格拉底其實就是作為一個人的典範 這個是他在這裡所要說的 所以他是怎麼去做一個人 蘇格拉底讓我們看到怎麼去做一個人 他自己就是在做一個人 那做一個人應該要怎麼做 這樣的一個情況 剛剛我們已經說了 蘇格拉底沒有寫任何東西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談蘇格拉底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主要就是他怎麼生活 他怎麼活 像一個人一樣的生活 這個是在第二章這裡很重要的一件事 他所活出來的樣子其實就是哲學的樣子 這個是為什麼第二章說哲學是作為蘇格拉底的肖像 那我自己覺得在中藝本那邊的翻譯 沒有辦法把這樣的一種意義顯示出來 這個繁體制的中藝本是說 蘇格拉底足以作為我們人生的直營 那繁體制的中藝本則是說 蘇格拉底對人類有多重要 我覺得這個不是什麼重要或者不重要 而是他讓我們看到一個人要怎麼活這件事情 這是為什麼在Samuelson 的這個書裡面 他把整個就是談哲學 他不談別的人就是用蘇格拉底來作為一個典範 那麼正如同在音樂界除了莫扎特當然還有布拉莫斯 當然還有華格納還有馬勒還有很多的不同的音樂家 那麼一樣的這個作為一個人有各式各樣的其他的哲學家 但是蘇格拉底他呈顯了一個作為人要怎麼做的一個典範 好那麼在我們的書裡面十六頁的下面 他講到了蘇格拉底的生平 蘇格拉底的父親呢 蘇格拉底呢是這個Sophoroniscus 那他是一個使將 所以他在雅典的地位並不很高 他在雅典的地位並不很高 那麼這個不像柏拉圖 柏拉圖是貴族出生 柏拉圖的祖先還當過雅典的這個執政者 可是蘇格拉底不是 他其實出生是比較貧寒的 那麼他的母親叫finality 那麼是一個幫其他的婦女接生的一個長婆 幫其他婦女接生的長婆 那麼各位可以在同影片上面看到 我特別把他的母親用紅色的給標出來 因為蘇格拉底常常說 我繼承了我母親的工作 所以我特別要講一下他的母親 那蘇格拉底當然不是去當長婆 他做的哲學的工作 很像是一個長婆的工作 至少他在蘇格拉底自己的比喻裡面 那另外呢他有一個太太 這個是Antipe 是有名的至少在很多的故事裡面 我們看到就是他有一個很兇的老婆 有很兇的老婆 另外他還生了三個小孩 所以你可以看到蘇格拉底什麼 他其實是有一個很一般的 正常的一個家庭生活 這點跟後面像柏拉圖 或者是亞里斯多德並不一樣 柏拉圖就是終身畏曲 你在近代的哲學家那邊 看到很多終身畏曲的哲學家 包括這個什麼康德 迪卡爾 萊布尼茲拉什麼 這樣的哲學家很常見 可是蘇格拉底所顯露出來的 並不是多麼特別的一個人生 相反的他過的是一個很普通的 雅典城邦的生活 那麼在那裡面 這個我們這裡談到說 這個作為一個產婆 英文叫me-wife wife 本來就是婦女對不對 me-是中間 他是一個什麼 一個媒介 一個中間者 他幫人把小孩 從一個婦女的肚子裡面生出來 這樣的情況 那麼這個接生的這樣的一種技巧 在英文裡面叫me-wife 我們把它翻成叫這個接生術 接生術 那這個在我們的書裡面 談到這一點就是在 十六頁第二段的 這個第二段的開頭 他說 born around 470 B.C. to Socolonic schools a stonemason and finally a midwife Sacruity refer to his own philosophical practice 他說他自己的哲學的一種職業 這個就是哲學的一個實踐 as a kind of midwifery 是一種接生術 whereby he help other people give birth to their idea 那麼在那裡面呢 他是幫別人 伸出他的觀念來 不是伸出小孩來對不對 是伸出一個抽象的思想 而不是伸出一個具體的 有血有肉的孩子來 though he had no children that is theories of his own 那他沒有他自己的小孩 那這裡所謂的他沒有他自己的小孩 不是他沒有那個有血有肉的小孩 而是蘇格拉底根本就沒有自己的理論 他沒有他自己所產生的觀念 他一直都在跟人家對話 不管誰寫蘇格拉底 我們看到的那個蘇格拉底 都是在跟人家對話的蘇格拉底 然後當他在跟人家對話的時候 他常常丟給別人的 不是他的想法 而是問題 他說如果照你這樣講 那麼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那別人就要試圖去回應蘇格拉底 所提出來的那個挑戰 就是蘇格拉底會丟很多的問題 讓這個人去把這個東西給想出來 這個是顯示了蘇格拉底的一個特點 這個特點呢 就在這個地方 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知識 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知識是什麼對不對 我們說知識呢 是一個完全屬於個人的東西 完全屬於個人的東西 不像是我們外在的東西 你的財產 你的權利 你的名聲 這是外在的東西 而這些東西都是什麼 這個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對不對 這些東西都會什麼 可以把你搶走 可以把你偷走 可以讓你身敗名裂 可是 你的知識 沒有人能夠搶得走 沒有人能偷得走對不對 你之所以為你就在那個知識 所以頂多就把你殺了對不對 可是沒有辦法讓你沒那個知識對不對 那麼或者說我非常喜歡你的知識 我想要得到你那個知識 那我很有錢 比如說我是比爾蓋茲 或者我是什麼有錢的人 我也沒辦法出錢說把那個知識買來 沒有辦法 除非我自己願意去理解那個 你所知道的東西 可是如果我要去理解 你所知道的東西 那我就得跟你一樣 去聽 同時在聽的過程當中去想 然後想出那個你所說的事物來對不對 所以知識是一個完全內在於人的 或者我們甚至可以說 這個人之所以是這個 為這個人就在於他所具有的這個知識 那麼相反的其他的東西 你的衣服每天要換的對不對 你今天穿這黑衣服 明天你穿白衣服 你不斷的在換你的衣服 這些東西都是外在的 你今天是這個職位 你今天是台大的學生 你明天也許就不是對不對 或者你三年後就不是 以及等等 這些都會什麼 改變 但是你所具有的那些知識 那是一個完全內在於你的東西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現在來想想生小孩這件事情 一個慘婆 她的工作是幫別人 生小孩 是別人在生小孩對不對 而不是慘婆在生小孩 所以不論怎麼樣 都要這個慘婆自己去把這個 都要這個婦女自己去把那個小孩給生出來 一個慘婆 能不能這樣說 這麼男生 我看算了 你下來下來換我幫你生 然後她自己躺上去對不對 不行啊 小孩是自己要生出來 那麼你所得到的知識 你所得到的觀念 最終也要你自己去想出來對不對 你不是坐在這個教室裡面 然後你就能夠什麼 得到楊直勝所講出來的知識 你並不能夠這樣子 你必須要再理解這個話 然後去掌握這個話 那麼也因為這樣 也因為這樣 所以每一個人所聽到的 可能未必是相同 或者每一個人聽到之後 他所領會的 他所掌握的 因為他一定什麼 經過你的思考 沒有經過你思考的東西 只是聽到 你可以可能什麼 有聽沒有到 或者說左耳進右耳出 他不會是你的 所以最終你都必須要用你自己的 耗盡你的腦汁去想 然後你才能夠得到這樣的知識 或者是智慧對不對 所以在這點上面 你可以理解到這個所謂的知識 是內在的意思 那麼現在蘇格拉底所設想的 這個慘婆的工作也就像這樣 其實是你要得到這個知識 就像你要自己去生這個小孩一樣 所以作為蘇格拉底不把自己 我們在這門課一開始說說 蘇格拉底不收錢對不對 然後蘇格拉底不把自己當老師 因為最終事實上是你自己得到這個知識的 那麼老師能夠給的是什麼 只是某種啟發而已對不對 就好像一個圓丁 他能夠提供空氣、陽光、水 而是植物的生長最終是他自己在生長 而不是你把它壓苗助長把它拔起來 不是這樣 並不是這樣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它是一個完全內在的東西 那麼他的母親所做的工作正是這樣 他是幫助別人把小孩生下來 所以是這個人在生小孩 是這個人在生小孩 他母親只能夠幫助 那麼蘇格拉底覺得他自己做的工作 也只能夠幫助而已 所以他只是幫助別人去想到那個觀念 而別人到底會想到什麼觀念 那事實上也不是他所能夠決定的事情 這是為什麼蘇格拉底說他繼承他媽媽的工作 可是他事實上他所做的的是哲學上的 或者說是比較抽象的觀念上的這樣的一種接生 但是他常常說 所以哲學的教導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種接生術 這個接生術就是你要知道 就像我說我作為一個哲學老師 我必須要知道我並不是什麼 直接的把我的知識從我的腦袋裡面拿出來 然後放到學生的腦袋那裡面去 並不是這樣 而是學生他必須從他的腦袋裡面 長出這樣的知識跟觀念 那我要想的是我怎麼讓他能夠長出來 這個就是所謂的medivory 所要做的這個事情 我們在之前提到這個 就已經提到過這個知識的內在性說 在蘇格拉底的這樣的一個想法裡面 我並不是把我的知識給你 然後說你付錢給我對不對 我們想到sophis 就是以為知識是這樣的東西 可是蘇格拉底並不把知識當作這樣的東西 同時他在這裡面 這個當他談到他的母親是一個產婆 是一個接生婦的時候 他說我做的事情跟我的母親很類似 很類似 那你就可以了解到這樣的一個比喻裡面所隱含的意思 這個是關於蘇格拉底的這個生平 好 那在十六月這個地方另外還提到的 就是這個他沒有他自己的小孩 我們剛剛知道他有三個小孩對不對 所以他說沒有他自己的小孩的意思就是說 他一直都在幫別人這個產生他的知識或觀念 但是他從來不去談他自己的知識或觀念 他不是要別人成為蘇格拉底的信徒 他不是要別人成為蘇格拉底的信徒 然後所以彷彿要有一個什麼蘇格拉底學派 然後這個完全守著這個蘇格拉底的那個說法 並不是這樣 他其實從頭到尾的並不再講他自己的東西 這個是他所說的 had no children 的意思 那麼我們會看到就是蘇格拉底他聲稱自己無知 對不對 一個聲稱自己無知的人 然後他又講了一堆理論 不是顯得非常的矛盾嗎 那所以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OK 這個是他在提到蘇格拉底的時候 所講到的這個事情 那麼蘇格拉底因為他所思考的是 就是怎麼樣幫人家產生知識 產生觀念 產生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蘇格拉底就有一種很特殊的 這個跟在柏拉圖的這個對話錄當中 他就有一種很特殊的對話的方式 那麼這種對話的方式 我們現在用這個希臘文的這個 elekos 這個字 來說就把它翻成叫做質問法 或者是反截法 那麼這個質問法跟反截法就是 就你所說的這個東西 我不斷地深入地一直追問這樣的一種做法 這個是我們常常在蘇格拉底那邊 這個看到他的一個從事的方式 這個方式在後面我們第二節以後 看到蘇格拉底的對話的過程就會看到 這個蘇格拉底他就不斷地丟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是針對你所提出來的東西來丟問題 我們後面會看到這個 比如說黑格爾的辯證法 其實就是用這樣的一種方式 辯證並不是辯證是什麼 完全進入到你的脈絡裡面去 從你的那個脈絡裡面去提出這個反對的意見 然後在那個反對的意見裡面去修正你的看法 然後他才會發生改變 那辯證就因此才產生 那所以如果從這方面來講的話 蘇格拉底對後面的這個影響是很大的 那我剛剛說蘇格拉底沒有他自己的理論 沒有他自己的說法 那麼也因為這樣 所以什麼人都有可能變成是 在蘇格拉底的這個傳承裡面的其中的一支 那在這個聖妙神的這本書裡面 各位可以看得到的就是 在第三章之後 談到譬如說斯多格學派 伊比丘魯學派 他們最終都可以往上追溯到蘇格拉底 那你會發現到什麼 他們的說法完全不一樣甚至是相反的 可是卻都跟蘇格拉底有關 都跟蘇格拉底有關 那麼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才會稱蘇格拉底叫哲學之父 其實是因為在蘇格拉底以後所有的流派 就不用說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那包括這個斯多格學派 這個伊比丘魯學派 以及後來在羅馬我們所看到的那些 哲學思想的傳承 好像最終都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 那在這點上面蘇格拉底就有點像中國的孔子 孔子有七十二個弟子 那麼這些門人裡面他們的個性 他們所走的路都不一樣 蘇格拉底的情況也很類似 就是他後來的這些學生 蘇格拉底根本不認為那是他的學生 他根本不把自己當成老師 但是這些人他們追溯他們的想法 都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所曾經講過的什麼話 或者是蘇格拉底的某些行為啟發了他們 那麼讓他們變成了某一個學派 至於蘇格拉底自己本人他並沒有建立任何的學派 那在這個十六頁的下面這段 除了我們剛剛所提到的之外 那麼在十六頁的下面這段中間的地方 那麼他談到了那個戰爭之後 他說He really participated in politics directly 他說他很少什麼參與政治 蘇格拉底很少參與政治 Though when he did serve on a jury in a famous trial where a set of commanders was being framed he refused to find them guilty even though it jeopardized his very life 那麼他很少參加政治 那唯一的就是他參加過的就是 他曾經參加了希臘的法院的審判 我剛剛已經提到過 因為後面我們還是會講到蘇格拉底被審判 希臘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對不對 不像斯巴達或者像希臘的其他的城邦 那麼在這個民主的國家裡面 所有的事情都必須要由公民一起決定 那實際上是非常麻煩的事情 包括法院的審判在內 希臘並不是什麼三權分立 因為那種思想要到後面才出現 所以審判一個人 就必須什麼 從雅典的這個公民當中 這個就所有的公民來決定 那蘇格拉底參與政治 就是當他去參與這個審判的時候 那麼他在這裡面講到一件事 就是蘇格拉底就有一次就是 這個被當作就是審判的人之一 那麼在那裡他拒絕接受 這個有一些commander 就是當時的雅典的將軍 那麼他們被告是叛國 然後蘇格拉底拒絕接受他們是叛國的 那麼而當蘇格拉底這樣做的時候 那些想要讓這些將軍 這個被猝死的的人 就這個威脅蘇格拉底說 你如果不怕他們死刑的話 就怎麼樣怎麼樣 那可是蘇格拉底很堅持 他認為他必須要做他所認為對的事情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提到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蘇格拉底他 各位可以從他的出生的時間看得出來 十元前四百七十年到十元前三九九年 他活了大概七十二歲左右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就是提到他的太太 我剛剛說他有一個很兇的老婆 那我們的書裡面在十六頁的倒數第六行 這個講到他的老婆 那麼他說 his wife Santepe supposedly a shrew shrew 其實就是英文裡面對很兇的老婆的一個字眼 他說 was already complaining that Socrates brought home no money for the family 他說他總是在抱怨 那在抱怨的後面他說 with cause 是有理由的 就是蘇格拉底他不是生產對不對 他說他怎麼繼承了他母親的工作 你真的去當產婆 那至少可以賺錢對不對 蘇格拉底不賺錢 他又不承認自己是老師 不承認跟著他的那些人是學生 他不跟他們收錢 所以他賺不到一毛錢 賺不到一毛錢 所以他一輩子都鬼混 都在鬼混 他不像他的父親當石匠賺錢 他母親當產婆也在賺錢 但是蘇格拉底不賺錢的 所以 Santepe 的抱怨其實是有道理的 蘇格拉底是一個不是生產 雖然在某些方面來講他幫人家生產觀念 但是問題是他沒有任何的經濟的來源 所以蘇格拉底能夠對蘇格拉底兇 我覺得當然了 你在家裡你都不賺錢對不對 然後成天在外面跟人家聊什麼哲學 然後你也不在家裡做家事 如果我是蘇格拉底老婆我一定也很兇 這個是可以想像的一件事情 然後他說這個 別人就說你老婆好兇 在十六頁倒數第四行 When asked why he agreed to marry such a woman 你怎麼娶這麼兇的老婆呢 你這個哲學家不是很有智慧嗎 怎麼找一個很兇的 他常常都用這種打趣的方式在回答他 回答別人 涉及到他老婆 他說 he replied that horse trainers must practice on the most spirited horses 這個 Spirited horses 最兇的馬 這個巡馬師當然要找最兇的馬來練習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蘇格拉底在好幾次 比如說有一次他又在雅典的廣場 跟人家聊哲學 然後他太太呢 來取水 你知道希臘沒有自來水 所以取水都要到城邦的這個中央的廣場 那個廣場呢是一個人潮聚集的地方 然後這個雅典在那裡挖了一口井 所以所有的人都能夠來這邊取水 然後你家裡要煮飯要幹嘛 就是跑到這裡來取水 那蘇格拉底也常常在這裡 因為這邊人很多 他可以跟人家聊天 那他一成天沒事就是 來這邊看看有沒有人跟他聊天 然後他就開始用他的這個哲學的這個知問法 或者是這個結問法 結問法 在這個開始在談哲學的東西 那他太太呢來這邊取水 就看到蘇格拉底在這邊 那太太就叫蘇格拉底回家 那蘇格拉底呢 這時候正談得高興 就不回家 那不回家了 太太就生氣了 是生氣的就罵他 大家就看到這個蘇格拉底在挨罵 那蘇格拉底在挨罵的時候 都是很乖的 就是就讓太太罵 不敢頂嘴 這個這個家裡他這個沒有賺任何錢 所以沒有什麼可以頂嘴的本錢 那然後罵完了之後呢 就就就很還是很生氣 就拿了他的這個他提的水 就直接把蘇格拉底拖下去 所以蘇格拉底就整個撕掉 所以這是為什麼蘇格拉底 有一個兇的老婆變得很有名 因為大家都眼睜睜地看著蘇格拉底被罵 或者是被他老婆這樣子這個對待 那蘇格拉底被淋濕了之後 他就說這個名雷之後必有大禹 就講了一個像俏皮話一樣的話 這個就像他說這個什麼 就是人家說你為什麼要娶一個兇的老婆 他就說這個遜瑪斯總是要找那個最有精神的馬 就像這樣一樣 這個是在很多的典故裡面都可以看得到的 OK 那我們要來談的就是蘇格拉底的幸福 因為如果我們就前面所看到的他的很平凡無奇的一個生平 其實你感覺不到他的幸福對不對 然後又看到他有一個那麼兇的老婆 你更加覺得他根本就不是一個幸福的人 我們書裡面從17 月開始 他先在16 月那邊醞釀告訴你說蘇格拉底就是這麼普通的生活 家裡甚至沒什麼錢這樣的情況 那從17 月開始他要來談蘇格拉底的幸福是一個怎樣的幸福 這個幸福事實上就是我們在16 月那個 Virginia Woolf 所講的話裡面 事實上就已經隱含了 那在17 月的最上面這一段他說 Sacrari's happiness was not the kind we were used to 他說不是我們所習以為常的那樣的一種幸福 也就是the kind that glimmers and face with our circumstances and modes 這個是我們所習以為常的幸福 那種幸福是什麼呢 是跟我們的外在的環境還有跟我們的心情關聯在一起的 然後呢它是什麼會閃閃發光 然後可是呢閃耀一下然後就消失了對不對 在日常生活當中的很多的小確幸對不對 這個吃東西的幸福吃然後很高興吃完了對不對 就結束了 那麼我們日常生活所感受到的那個幸福 常常就是glimmerous and face face 就是它就吞色了就消失了 那麼然後它跟我們的環境跟我們的心情關聯在一起 一個人的幸福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它的幸福其實是 事實上是被動的 是被外在的環境所決定的 這樣的一種情形 那他說蘇格拉里的幸福不是那樣的幸福 那是一種偶然的幸福 就好像你這個中了發票 中了彩券 中了什麼東西 那個是由外在的東西所決定的 那你有沒有辦法保證你真的一定有的幸福呢 這個是蘇格拉里的幸福的課題 那麼下面它接著說 maybe it would be better to call it joy 他說也許蘇格拉里的幸福 也許英文上面也許最好把它稱之為叫 joy 而不是 happiness 但是他後來想一想覺得這個 joy 恐怕也不太夠 他說 though that word is also misleading in suggesting something other than his steadfast tranquility 他說Joy 這個字呢也沒有辦法去表達出蘇格拉里的那個 stay-faced stay-faced 就是非常穩固的 tranquility 蘇格拉里的一種平穩寧靜 他說蘇格拉里擁有的是這樣的東西 而這樣的東西是一般人所不容易擁有的 當一個人擁有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即使外在的世界有可能遭遇到什麼恨禍 遭遇到不幸或者是被老婆罵等等所有的這些東西 他其實都還能夠保持著一種恒長的固定不變的東西 這個事實上是我們對於蘇格拉里的幸福所感到後期的 或者是說想要去了解的 因此他就覺得沒有什麼字眼能夠來說明蘇格拉里的幸福 他說我可以列很多跟蘇格拉里有關的字眼 就是在他的幸福裡面所具有的 他就在書裡面的十七頁第五行你可以看到 從這個第五行一直到第六行都是 他列的這個Joy, Happiness, Wisdom, Justice, Well-being, Blessedness, Shalom Shalom 比較特別他是一個希伯來文 那麼他帶有一種剛剛我們所提到的那個臨靜的感覺 我覺得後面那個比較長的那個字眼其實就是希伯來文的這個 Shalom 他用這個字的意思就是他他說 Peace that passes to the age of understanding 是經過人的了解之後所產生的一種心靈的寧靜 那樣的一種寧靜平和就是他所說的這個 Shalom 那麼蘇格拉里所具有的幸福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也許才是真正一個有智慧的人所追求的那樣的一種幸福 一個有智慧的人所追求的幸福不是去追求這個採卷中獎 或者是這個考試考一百那種外在的成功 而是追求一種內心裡面能夠長久的保持寧靜這樣的一種東西 這個大概就是這個他在這裡所敘述到這個蘇格拉里的一種幸福的一種情形 那在在十七頁上面這段的後面他提到那個德國的文學家哥德 曾經講過講過這個這樣的話 他說在這一段的倒數第三行 他說 once remarked that if he could have just one wish 說如果現在只給你一個願望 那你想要什麼樣的願望 那麼這個哥德呢 他說他 he would choose to be a companion of Socrates for a day 他說我只希望我能夠跟當蘇格拉底的伴侶一天 一天就好了 因為在看了蘇格拉底那麼多的這個生平 他感受到能夠看到這樣的一個人 就是他能夠那麼的不慌不忙 這個內心裡面能夠保持那樣的一個寧靜 他覺得如果能夠有一天跟他在一塊 那麼這就是他的這個願望 這個是哥德所曾經講過的話 所以蘇格拉底有一種魅力在 而那種魅力不是不是一個什麼帥哥 或者是一種美女所具有的魅力 相反的他另外有一種魅力在 那種魅力好像你在他的身上可以挖掘到 怎麼去作為一個人 怎麼樣才是一個作為人的那樣的一個榜樣在 這個是關於蘇格拉底的這個生平的一個特點 那在十七頁的下面他有一段非常長的影文 這個非常長的影文又是前面我們就已經提到過的那個蒙田 那個蒙田對蘇格拉底所做的一些這個敘述 這些敘述都有他的典故 當然我們沒有時間去講很多很多這些典故了 但是我覺得他在這個敘述裡面他有趣的地方 是談到這個蘇格拉底老的時候 那麼他說到這個十七頁的這個影文的一開頭 他說 nor is there anything more remarkable in Socrates than the fact that in his old age he finds time to take lessons in dancing and playing instruments and considers it well spent 蘇格拉底年紀大的時候學跳舞然後學樂器 並且覺得他把時間放在這上面是很值得的一件事 這個是蒙田這個談到的 所以一個哲學家對不對 可是他覺得去學跳舞或者是學玩樂器 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 然後蒙田就講到 你一定很難想像這樣的一個 六七十歲才去學跳舞跟學樂器的人 他其實同時是這樣的一個人 那麼這個人怎麼樣呢 就是他下面這一句話第三行 this same man was once seen standing in a trance 這個 standing in a trance 就是什麼 入定 老生入定 動也不動 這個我們一般講說出神了 那樣的一種情況 他說他呢 這個蘇格拉底在年輕的時候常常被看到 甚至出去打仗的時候 然後他陷入了哲學的思考之後 他就會站著不動 那站著不動 站不動多久呢 他說 an entire day and night 就是超過二十四個小時 就是人家看到他就不動 好像玩那個一二三木頭人 然後就不動了 不動了之後到第二天看到他還在那裡 然後還這個陷入一個沉思當中 他說你很難想像這樣的一個人 這個 他能夠 在他老的時候都還在跳舞跟玩樂器 可是當他不動的時候卻是 像那樣的一種情況 所以我說 這個像蘇格拉底的這樣的一種生平 我大概只能夠用詩巾上面的話 就是動如脫兔 靜如觸子 就是他可以那麼的活潑的去跳舞 這個玩樂器 可是當他完全在思考的時候 他就像這個靜如觸子一樣的 這個是蒙田對蘇格拉底的一個描述 那麼後面他也另外講到 He was seen when caught by a beauty 當他被一個美人所追求的時候 With whom he was in love 而且他對這個美人他也很愛他對不對 對 可是 to maintain strict charsity when necessary 可是他卻保持了他自己的癥結 也就是說他不為所動 不為所動 這個是他談到這個蘇格拉底 跟其他人之間的一個關係 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的就是這個 beauty 如果你知道這個典故的話 這個 beauty 不是 不是個女生而是個男生 是個美男子 而且是一個年輕的美男子 在蘇格拉底年紀比較大的時候 他來誘惑蘇格拉底 他很喜歡蘇格拉底 而且他也知道蘇格拉底 也看到他的青春 看到他的美貌 那你知道希臘是一個 就是在同性戀方面 是完全可以公開的 那樣的一個世界 那麼一直要到基督教進來之後 這個這件事情才變成是一個禁忌 那在希臘 而且希臘的這個同性戀 跟我們現在的同性戀又不太一樣 他是一種老少之間的同性戀 常常都是一個比較老的男子 這個老的男子 可能有一些人生的經驗 有一些智慧 跟一個比較年輕的男子 然後這個年輕的男子 他有的是什麼 有的大概就是肉體 色相 就是我們書裡面講的 beauty 然後他就會去引誘他 那這個人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在提到蘇格拉底的時候 蘇格拉底在那邊講話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戰士 他就是那個年輕人 那麼在柏拉圖的其中一個對話錄 Symposium 裡面 它就是那個對話錄 Symposium 那個對話錄 專門就是講愛 整個對話錄都在講愛 而且由不同的人來講愛 那麼在這個 這個對話錄是在一個酒宴的場合 場合 在那個場合裡面 每個人都說出了他們對愛的看法 然後這個年輕人 就在酒宴的最後結尾的時候才出現 然後他就對大家說 我要講一下這個蘇格拉底 我百般的誘惑他 我知道他喜歡談哲學 所以我就陪他談哲學 然後故意談得很晚 然後說太晚了 蘇格拉底你不要回家 你就留在我家跟我睡覺 然後他睡覺的時候就開始對蘇格拉底 動手動腳 這個誘拐蘇格拉底 然後他說我知道蘇格拉底也很喜歡我 可是他就是很堅持 不為我所動 那麼他說在這點上面他覺得很感動 這個是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書裡面所談到的這個典故 他說這個所謂的 maintain strict chastity when necessary 這是他提到另外一個典故 那麼後面接著他提到 He was seen in the battle of Dalion to pick up and save Xenophon who had been strong from his horse 那麼 Xenophon 是希臘的一個將軍 雅典的一個將軍 那蘇格拉底只是一個普通的士兵 那他們當時就是出去打仗 那麼在打仗的這個場合 那麼 Xenophon 這個將軍就從馬上跌下來 那將軍年紀是比較大的 所以他就很可能就被敵人抓走 那蘇格拉底當時比較年輕 他就揹著 Xenophon 趕快撤退 那後來 Xenophon 就變成了 蘇格拉底的其中一個重要的跟隨者 所以蘇格拉底的門就是他的這些學生 也有年紀比較大的 其中一個就是 Xenophon 那麼在 Laveres 所畫的雅典學院裡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個看起來年紀比較大的一個老人 然後 Xenophon 也寫了很多關於蘇格拉底的對話錄 就像柏拉圖一樣 可是跟柏拉圖裡面的蘇格拉底就不一樣 Xenophon 所寫的那個蘇格拉底 就是一個很老實的人 很像 Xenophon 自己一樣 老實人 然後很誠實什麼的 可是最後被雅典猝死了 結局當然是一樣的 就是跟柏拉圖所寫的那個蘇格拉底 是一個很聰明的蘇格拉底不太一樣 所以很多人就說 誰寫蘇格拉底都把蘇格拉底寫成自己 所以很可能柏拉圖所寫的蘇格拉底 其實柏拉圖是在寫他自己 而 Xenophon 所寫的蘇格拉底 其實是 Xenophon 自己本人 另外還有一些別的人所寫的蘇格拉底 也很可能其實他所寫的 比較像他自己一樣 好 這個很長啦 所以這個 蒙田所講的蘇格拉底的敘述 我覺得就可以把它跳過去 那我只給大家看一下一些圖 這個圖呢 事實上就是後來後代的人 他們在描繪蘇格拉底的時候所寫的 因為後代就是 西方再也不能夠再談同性戀了 所以當他們要去寫蘇格拉底怎麼被誘惑 畫蘇格拉底怎麼被誘惑 就畫了很多女性 好像要顯示說蘇格拉底其實未必是跟那個 那畫面的中央那個年輕的男子 就是引誘蘇格拉底的那個男子 那蘇格拉底在那邊 那他畫這個畫好像變成是 這個男子本身在享受著這個情欲 跟這些婦女 然後蘇格拉底說你不應該享受 要把它拖走 就整個 整個故事就有一點歪曲了 那主要就是為了要去賞避這個 同性戀這件事情 OK 這個Cenophon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提到過了 還有寫什麼 然後我把Cenophon 的這個部分放大 對不對 這個就是Cenophon 他是一個很明顯的是一個老人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 Archipiades 就是這個勾引誘蘇格拉底的這個年輕人 後來這個年輕人被判了雅典 所以蘇格拉底被處死刑 其實跟他可能有一點關係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跟蘇格拉底很要好的這個年輕人 他後來背叛雅典到敵軍那邊去 他們認為蘇格拉底也應該要負責任 那除了這個之後我想就是跳到其中所提到的一件事情 在這個十七頁的這段影文的中間的地方 那蒙田也提到 他說蘇格拉底 He was constantly sing to march to war and walk the ice barefoot 那就是蘇格拉底他的打扮 其實他大部分的時候都是赤腳的 你知道希臘人還有羅馬人 他們習慣的其實是穿著這個sandle 就是這個涼鞋 這樣的一種情況 可是蘇格拉底大部分的時候是不穿涼鞋的 我記得在前面我們提到那個 symposium 那個饗宴篇 那個饗宴篇的一開頭 就是有人看到蘇格拉底竟然穿了一雙涼鞋 就是說 蘇格拉底你今天怎麼打扮得這麼漂亮 其實就是多穿了一雙鞋子 那蘇格拉底說因為我要去參加宴席 參加宴席我刺著腳去不像話 所以就 那這顯示什麼 顯示蘇格拉底其實大部分的時候是打刺腳的 然後呢 to wear the same gong in winter and in summer 那不論冬天或者夏天 都穿著就是一樣的一條長袍 穿著是很隨便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是我在網路上 就是看到這個有人在畫蘇格拉底 我就把他的圖片給摘下來 那他這個 特別在他畫的這個提到 蘇格拉底 no sandals 就是畫蘇格拉底一定不可以畫他穿鞋子 這個還特別在那裡用蚊子著名了 然後在這個蒙田的這段畫的最後面 那他這個提到蘇格拉底呢 他一生所經歷的這個東西 飢餓啦貧窮啦 小孩不聽話啦 老婆很兇啦 然後呢甚至在他人生的最後呢 在這段引文的倒數第二四六 這個倒數的第六行 他說他還經歷到的這個 cannumny tyranny prison irons and poison 那麼這裡的這個cannumny 指的就是蘇格拉底所受到的指控 那麼tizony 則是指的蘇格拉底所受到的審判 然後prison 就是他入獄 那iron 就是他入獄被上療鋼 然後poison 就是最後他被猝死的時候是服毒藥 所以如果從這些描述來看的話 他的這個一生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很悲慘的一生 然後在這段引文的最後兩行 他說for action says philosophy are equally becoming an honorable in a wise man 那麼這個繁體字的這個中藝本 這個這個says philosophy 都翻成叫包括哲學思索 看不出這裡有什麼包括的字眼 那個簡體字也是這樣翻譯 那他其實在這裡他是說 這個says philosophy is says in philosophy 就是這個哲學 在哲學裡面是這樣說的 就是是怎麼說的呢 你可以看到這句話 他一開始的時候不是主詞對不對 是for all actions are equally becoming an honorable in a wise man 那麼在這句話裡面 他一開始的時候說的是 因為所有的行動 那麼都一樣的得體 becoming 是得體 或者嗜切 那麼 an honorable honorable 就是這個有榮耀的 或者是值得尊敬的 在一個有智慧的人的身上 所以蘇格拉底所顯示出來的 並不是他的外在的境遇好 或者他外在的環境好 這樣的情況 反而反過來 如果我們看到前面那個哥德 他說他只希望能夠跟蘇格拉底相處一天對不對 那個哥德是我看到就是這個 所有的文學家當中命最好的 長壽然後享受很多的愛情 然後自己又是貴族出身 然後非常有這個這個有學問等等 他幾乎享受了各種文化富貴 可是他非常非常羨慕的是蘇格拉底 他非常羨慕的是蘇格拉底 那麼就是作為一個哲學家 就是他主要的就是一個有智慧的人 他的一切的行動都是得體的 都是他認為他所做的是對的事的 而這個也是蒙田覺得 作為一個哲學家可貴的一個地方 在我們書裡面的這個十七頁的最下面 他提到說蘇格拉底跟耶穌一樣 就是沒有留下任何的著作對不對 他說 Sacradi left behind as many writings as Jesus 一樣多 然後那個一樣多就是 none 沒有任何的著作 沒有任何著作 所以他說 We know about him solely through the work of his contemporary 所以我們知道蘇格拉底 全部都靠著別人怎麼講他 那麼這個別人講他主要的呢 就是柏拉圖 這個因為柏拉圖就是一個很很典型的一個哲學家 所以他說 We know about Socrates because of Plato We know about Plato because of Socrates 因為我們所能夠看到的書 就是柏拉圖寫蘇格拉底對不對 所以你從這個書裡面 你到底是看到柏拉圖還是看到蘇格拉底呢 那他在這裡面上說 我們因為柏拉圖而知道蘇格拉底 我們因為蘇格拉底而知道這個柏拉圖 那當然在哲學的圈子裡面 這個專門研究柏拉圖蘇格拉底的學者們 他們現在的一些說法主要的就是 越年輕時候的柏拉圖所寫的著作 幾乎都是比較年老的時候的蘇格拉底 那這個比較年老的蘇格拉底 就是蘇格拉底快被猝死的時候的蘇格拉底 因為柏拉圖很晚才認識蘇格拉底 那所以呢 這個很年輕時候的柏拉圖所寫的蘇格拉底 是比較像真正的蘇格拉底的 這個學界們這樣猜測 那麼等到柏拉圖很老的時候 他所寫的那個對話錄裡面還是以蘇格拉底為主角 可是很有趣的就是 比較老的柏拉圖所寫的蘇格拉底 是很年輕時候的蘇格拉底 甚至還有這個小孩子蘇格拉底的對話 那一般人認為在年紀比較大的柏拉圖 所寫的那個比較年輕的蘇格拉底 就不是真正的蘇格拉底 而只是以蘇格拉底作為主角 來寫柏拉圖自己的哲學 所以這意思也就是說 所以柏拉圖在一開始寫對話錄的時候 他所寫的是比較如實的蘇格拉底 因為那個時候柏拉圖還沒有他自己的 明確的成熟的哲學思想 等到柏拉圖年紀比較大了 他繼續拿蘇格拉底來當作一個代言人 當作他對話錄裡面的主角的那個時候 事實上他主要寫的是他自己的思想 這個是一般的情況底下 我們大概會這樣的來理解 那這也是為什麼在第二章這裡 他用的都是柏拉圖比較早期的著作 這個時候柏拉圖比較年輕 而正是蘇格拉底從面臨這個審判 一直到他最後被猝死的過程 那麼這些可能都是比較忠於蘇格拉底的 所以剛剛才想說 我會說好嗎 所以我會說想這個alnız 感谢观看